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棒的AI生成工具 现在的人工智能可以定向修改视频中的人物背景和风格 甚至它还可以抠图 比如说替换视频里面的任何元素 比如说把视频里面的水母变成了海星 真的是超级厉害 所以这期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 新朋友刚进来的记得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视频生成工具 它的名字叫Hybrid AI 它真的会让你的作品更具一个创造力 你想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 这里我已经把APP的链接放在描述 大家可以打开链接和我一起来实操 这里可以看到我现在来到的 就是一个Hybrid AI的一个首页 大家可以用你的一个邮箱 或者说你的一个有的登录方式 先把它登录进来 那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来到跟我一样的一个页面 那在这个Google页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生成好的视频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几个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非常好的话 你想用的话 那这旁边它这里还有一个提示语 你可以直接复制连贴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一个火车的一个 这还有一个卡通的视频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黑白的一个视频 这里面呢他们已经制作出来 非常多的一些漂亮的一些视频 这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感兴趣的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首先呢Hybrid AI它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它页面 这边呢就是一些工具栏 这边就是它的一些视频 那我们呢就直接把鼠标呢回到左侧栏 第一个按钮 那点了之后呢 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个最顶上呢就是我们要制作的几个工具 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四个功能 第一个是用文字创建视频 那么第二个呢是为你的图想制作动画 就是图片转视频 那第三个呢就是重新制作你的视频 第四个是一个扩展你的视频 第四个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 我们就用前面三个 今天呢就一一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功能 我们先看一个文字创建视频 点一下 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点完之后呢 鼠标直接回到最下面的一个描述栏 在下面就出现了一个输入框 输入框上面呢它有一些风格 那它的第一个风格呢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下面是描述栏 上面是风格 第一个呢是老电影 第二个呢属于一个水彩 第三个呢是一个赛博朋克 这里呢还有一个模糊背景 那这儿还有一个吉普利 这后面呢还有一个蒸汽朋克 后面呢还有一个印象派 这么多风格呢 你可以任意用一个来制作一个 你想制作的一个视频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 可以给它输入一个文本 它是支持一个英文输入 所以我们需要去翻译一下 在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谷歌翻译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翻译来把它翻译一下 那我就说一个外星人呢走在大街上 我们复制一下 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GPT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让它翻译 你比如说让它翻译 翻译成英文都可以的 翻译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输入到下面 在这里我们选一个风格 那这里我们就选一个赛博朋克 选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把这个风格呢 给我们添加到这个描述词里面来了 接下来呢这里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说你想让你的图片展示在这一个公共场合嘛 我们刚才首页看到的一个里面啊 主一个公共场合 如果说你不想展示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关掉 这里呢有一个旁边呢我们可以点一下 那你首先你的这个视频想要生成几秒 比如说4秒我们就点到4 2秒就点到2秒 我们点到4 那你的图片的尺寸啊 这下面我选16比9 选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生成 这里呢大约可能需要等个1到2分钟啊 所以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到第二个就是一个图片生成视频啊 那么这里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合适的图片啊 那你可以先去用这个 那你可以先来这里用一个Promai来生成一个美女图片 啊比如说我这一个 美女呢闻着花香 我们到这里来生成一个图片啊 我们这个是用来备用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蜜筋里啊 大家可以看我刚才用蜜筋里来生成了几张图片啊 因为后面我们可以用的上 那么一个美女呢抱着一束玫瑰花啊 我是这样的一个提示语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保存一下 那么要哪一张呢你就把哪一张放大哈 我们就把它保存 那点这个键保存 那这里看美女闻着花香啊 这个花有点小啊 这个花大一点 那这个其实Promai如果说你想要快一点的速度 能生成出来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啊 链接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 那么喜欢用蜜筋里的呢 也可以用蜜筋里做出来的图呢 也是无法挑剔的啊 这里我再给她一个提示语啊 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 那这次呢我选的是一个吉普利风格 我们点生成 那上面这个呢也快好了 这个已经好了 这个马上好了 OK我们的这两个文字转图片都生成好了 先给大家走一个外星人走在大街上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效果还非常不错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 那再看一下啊 这个呢是一个赛博朋克的风格 另外一个啊 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啊 我写的是一个吉普利风格 那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啊 真的挺漂亮的 这两个视频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自己的视频点赞 那我们也可以下载这个视频 我们点击这个download的下载 那如果不满意的话 这里呢 如果不满意啊 我们还可以再点这里来重新生成 再次生成 那我们就再点一下 使用相同的输入重新生成新视频啊 我们再点继续 这里呢 它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啊 你可以去编辑你的一个文本 我们点一下啊 你可以在这里重新去 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 点击生成 那在后面呢 还有一个重绘功能 重绘功能呢 我放到最后会给大家讲啊 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后面还有三个点啊 你还可以删除这个视频 那接下来呢 那回到啊 我们的一个页面 那我们就点击上面啊 在最顶上 这里这个按钮 我们点一下 返回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一个图片转视频 那我们点第二个选项 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需要上传视频 这儿呢 我就选一个美女 那么这个美女呢 我刚才 啊 用这个米吉尔利生成出来的一个美女 这个是我刚才用米吉尔利生成出来的一个美女 啊 这里输入你的描述词 那这里呢 我就输入一个美女文字花香 啊 我们这里复制一下 直接呢 把它输入到这里 啊 同样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你如果不想展示的话 我们就把它取消 这儿时间生成4秒 啊 点击这个生成按钮 那这里呢 视频正在生成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小鱼生成的 那这个呢 是一只飞行的福利啊 但是也是一张图片制作的 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小小鱼之前做的一些视频 那这个小女孩头发轻轻飘动啊 这个提示语给了她之后呢 给我们生成出来的视频呢 也是非常符合的 OK 图片已经生成出来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自然 看一下啊 女孩闻 闻着花香 非常的自然 OK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局部重绘 这里呢 我们还是点上面这个 我们点一个返回 点这个重新绘制你的视频 我们点一下 啊 在这里呢 同样还是上传你的视频 来 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它打开 那我们再点一下下面的这个键 这里呢 我们点一个加号 啊 我们选中这个女孩 可以看到已经全部选中了 我想换一个风格啊 这里呢 我想换成一个吉普利风格的 OK 我们就直接这里 直接点击生成 OK 这里生成好了 它变成了一个吉普利风格的一个女孩 我们看一下 还旋转了一下啊 这个就是风格的一个转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另外的几种局部重绘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点这个键返回 点这个重绘你的视频 啊 这里上传我们的视频 这儿我们就拿这个美女来举例 记得一定要点击下面这个按钮 点击一个加号 我们把这个美女给它替换掉啊 OK 这下面我们重新输入我们的提示词 那在这里呢 我把它换成一个亚洲女孩啊 可以看到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外国女孩 我们换一下 这里点生成 你这就做了一张 该放到哪里放到哪里起 那个杯子的一天这去还不和睡吗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女孩现在变成了一个亚洲女孩 这个变化真的太大了 那这里必须下载下来 除了可以把这旁边的人物替换掉 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花换成其他的花 那接下来我再带大家一起试一下 我们返回 点这个重新绘制 还是点这个上传 上传这个视频 那这里我们点这个按钮 这里点一个加号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花 把这个花整个都选中 OK 这个花选完之后 在这里啊 这个是玫瑰花 那么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百合 百合花 OK 输入到这个里面 点击生成 下去玩一会儿呢 你才 把垃圾递下接诊号 挺到没有 挺到没有 下去 你那个眼睛要出去玩一下 下去 快和月月一起下去 听不到吗 你下期完了 第二上来吃一晚饭差不多了 真的太神奇了 百合 玫瑰花变成了一个百合 真的 大家可以来试试这个功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你还可以更换其他的 比如说 那这里呢 我们上传一个视频 就像刚才这个 走在大街上的机器人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它 换成其他的 在这里同样 我们点一个局部重绘 点击一个加号 我们选中这个人 整个人选中之后 在这下面我们改一下 改成一个美女 一个长发美女 OK 我们点生成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还可以啊 像小月一样 我这里呢 有把一个海里的一个水母 直接把它变成了一个海星 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 那这里工具呢 再描述了 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 如果说你平时的话 正在做视频啊 做YouTube视频 或者说做其他的视频 那么这个AI工具呢 大家真的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同样在下面啊 可以选一个风格 我们可以选一个印象 试一下 这里呢 除了一个添加蒙版 那你还可以删除区域 如果不小心错了 那么你还可以点这个撤销键 这里呢 我给它添加了一个风格 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生成 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美女 走在大街上啊 真的 虽然说有点模糊看不清啊 但是它 把机器人确实变成了一个美女 OK 今天呢 小游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个 APP呢 这个AI工具呢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特别是针对做视频啊 它因为它确实啊 可以文本转视频 图片转视频 还可以重新生成你的视频 更改你的风格 感兴趣的伙伴呢 可以去试一下 链接在描述呢 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说你对AI感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 摆下